一開始接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非常的害怕 因為他等於算是 得是一個畫時代的畫家這樣子 而且在台灣算是一個非常具代表性的藝術家 所以就開始不斷的上網做功課啊 然後還有翻很多的書籍 包括可能熊斯每次出的 很多畫家裡面的 關於郭雪糊裡面的描述等等 那我後來因為像這裡面 角色總共有八十幾位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 藝術家跟畫家 我覺得身為演員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等於我在裡面講的 每一句台詞 或者裡面所演繹的每一個事件 每一個情節 每一個段落 它幾乎都是史詩 然後有很多有一大部分 都是謝老師裡面的 小說裡面的台詞 然後就是把它一字一句的把它塗出來 把它重新演繹這樣子 那你有真的去學畫畫嗎 有 我們事前 這也是我覺得很幸運的地方 這等於是我參加過一個 這個劇組是 從事前開始我有上了 比方說佛像課 因為郭雪糊老師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先從描繪佛像開始的 對 然後有再去上表框課 因為那個時候 除了 就是在那個畫室裡面 你除了要會畫佛像之外 你還會做所有的表框的動作 對 然後還有上日文課 上米難語課 上很多很多的課程 對然後 然後在真正拍攝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地方很奇妙 就是 比方說 我們可能台詞 或者說我們演員在演繹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的想法 被我們重新再演繹出來 然後我們也會在拍那種 落筆畫的時候 那落筆畫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我們演員 會自己決定說 我們要畫哪個部分 比方說 我要先從畫那個婦人開始 還是我要先從畫廟宇開始 嗯 我覺得很奇妙 當我那個筆畫下去 那鏡頭對準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就開始就畫 我覺得很奇妙 就是 嗯 好 那個感覺就是說 那個畫是他自己吸引著我 就是筆帶著你走 對 他是吸引著我 然後我就覺得 欸 這個人物好可愛 我就開始畫這個婦人的頭 或者說 我就開始畫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就開始畫這個廟宇 我就自然而然就開始就畫了起來 就並沒有太多的 沒有太多的 沒有太多的 猶豫 對 沒有太多的猶豫 沒有太多的猶豫 對 對 而且常常有時候 比如說在現場的時候 可能聲音不行 可能飛機飛過啊 或可能誰手機想過幹嘛 就會先咔嘛 欸我還在畫欸 然後忽然是 欸我一扶那個 那個佛像我就畫好了 然後 然後他們又再換另外一張佛像 因為剛剛不聯繫了 哈哈 然後導演或是攝影師就說 陳翔不要再畫了 不聯繫了 當初接這齣戲的時候 其實 我對 演戲其實已經沒有什麼熱情 我記得我坐下來 跟潘姐第一句話 就是其實我對演戲 沒有太多的想法跟熱情了 因為我們現在環境就是可能 就是 對 演藝圈的環境可能沒有這麼好 那我後來在自己的另外一個 甜點裡面就烘焙做甜點 也找到了一個成就感 然後我也很專心在做烘焙 可是 會見潘姐戲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我喜歡紫色 真的很特別 他的烘焙店 他的甜點店 他的logo 就是全色紫色 整個Ci設計的東西 他才要感謝謝里保持 他的色大到這邊 我覺得這是一個緣分 真的 好奇妙 我很喜歡紫色 我媽媽也很喜歡紫色 我覺得 然後第二個 因為我之前跟他們合作過 另外一齣也是 也是原著小說的 這浪淘沙 對 對他們印象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對 他們在小細節的地方 都讓我非常感動 我一直記得有 我每一次都會講這件事 結果潘姐在現場 為了一個那個年代包藥的方式 在那邊 再三的斟酌 再三的查證 對 就停在那邊 現在沒有一個劇組會這樣 現在每一個劇組 趕快拍趕快拍 就包一包就好 誰看得到 潘姐就停下來 在那邊研究 那一個點讓我非常的感動 那一個點讓我非常的感動 而且那一次合作 也讓我 就是 揮灑空間很大 當然我也入圍了 金鐘獎跟亞洲最佳男主角 對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們 對 對 對